各位外周何欣教育局准賽若綿見記者他現場 是 正如我剛才說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今年見到順利落實和同學的表現也是非常理想 剛才提到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和所有學科一樣 我們都是標準參照 所以課程的難度和要求是在我們民憑市的水平要求他們 雖然我們和過往分成五星星級別不同 我們只有達標和五達標這兩個等級 但是在學科的水平的要求是一樣的 所以同學的良好表現相信是在老師和同學共同努力下 而這個課程亦都是設合我們同學的實際學習需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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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是中學民憑市放榜 教育局局長蔡若綿說 今年多了考生達到大學入學最低門檻的要求 就不代表是因為考試容易了 她又說公社科順利落實表現也是相當理想 她說公社科是有標準參照的水平 對學科是有要求也都切合實際的學習需要 來轉跟進一下中學民憑市今天放榜 有大約四成三人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要求 十個人考獲六科五星星分別來自八間中學 香港中國府女會中學首次有一個女狀元 那莎書院就有兩個其中一個是超級狀元 在九龍堂這間中學 學生早上回到學校拿成績單 今年有大約四萬九千多個考生應考中學民憑市 包括一萬七千六或三十八個日校考生 他們在四個核心科目的中、英、數、考獲至少三三二 另一科公文科有A即是達標 再加兩個選修科至少有二級 符合入讀八間資助大學的最低要求 放榜後考生可以在星期四至星期六 在指定時段去到大學聯招網站 修改課程選擇 聯招結果會在下個月七日公布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 勉勵中學民憑市應界考生 說無論成績如何 未來都充滿機會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一定能夠創造美好的將來 己愛按訪 西さん Facей en健碳 生日セキュ Fox 李雙ог uit 李慕英文 獲得中華兩者時間 い班海外太胞青年到大陸參加夏凌營 近日去到寧夏宗衛市探索 sees藤格里山漠 研學山漠生態治理 一起看 騎樂陀 玩滑波 那批海外台胞青年 參加的夏令營 來到中衛市沙波投景區 感受騰格里沙漠風情 他們也深入沙漠福地 體驗窄防沙、自沙的墨草方格 我覺得發明草方格的人很厲害 用這麼簡單的東西 就可以把沙子固定在一個地方 我今天也加入了我的第一個草方格 覺得很酷 入夜後 他們還圍圈跳舞 欣賞堅花 享受沙漠夜食 無線電視記者賀子欣報導 江西景德鎮被譽為千年池都 當地御搖廠出土的不少瓷器 體現東西文明互鑑的歷程 在景德鎮二千多年野途史裡面 明清時期次立 專門負責組織瓷器生產的御搖廠 具有重要意義 景德鎮早晚湯就開始辭職 從北宋就開始進行御供 元旦涉定的浮量辭局 後來清代中晚期叫御搖廠 無論是在公義上還是制度上 包括文化交流方面都是最巅峰的代表 進一步奠定了中國的這樣的一個 慈德王國的地位 這裡至今出土的碎詞片近二千萬片 亦都不少瓷器見證了東西文明互鑑歷程 譬如中西亞地區的銅金屬器的造型的器物 譬如扁壺 但是它的紋樣又是中國的 中國的龍蚊 中國的產製花蕙蚊 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 當年增和下夕陽的時候 就攜帶了在御搖廠定燒的瓷器 去贈送給當時在航行途中交往的國家和地區 御搖博物園現時做了近二千套數據標本 利用高科技挖掘御搖文化 致力向世界講好瓷器故事 無線電視記者鄭軒年報道 黑龍江省澤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是全球最大單頂殼人工繁育總群在野化基地 近期有營利新生命 在齊齊哈爾市 這個全球最大的淡水芦苇沼澤濕地 濕地精靈單頂殼正在找著食物 一家四口出來曬太陽 也有新生命誕生 不少遊客都過來探望他們 我第一次來到齊齊哈爾 清零了單頂殼起飛和美麗的生枝 我感到非常震撼 進到渣龍這個生態自然保護區 我的感覺是空氣非常清新 植物也特別好 咱們現在的繁育基地 大概有六十多頓總圓殼 每年是他們在春季的時候產卵 產卵然後清鶴自己自己孵化 大概孵化三十三天左右 小鶴出廚 然後這個時候咱們把那個廚鶴進行人工育幼 對它的一些野外的生存能力 包括踩屍能力 體能 包括到後期的飛行訓練 都是靠人工驗化的方式 自養員也都會時刻關心他們 保護區建立四十多年以來 已經人工繁育過千隻單頂殼 累積野化三百八十隻 無聲電視記者賴君宜報道 這次中華勒警報得完 總是極限於創新高 雖然對資金來說 近日因為炒減息 市場憧憬 美國在九月份比較大機會減息 所以資金不僅是主要指數 反映藍醜股 重磅股的指數做好 其實資金追捧美國的細型股 例如羅素二千指數 這反映中小股指數 五日之間根據彭博統計 升了一成二那麼多 但當然主要指數大家關心一點 其中標普500指數收市升了0.6% 至於導致更加強勁 導致去到40,900點收 升科超過1% 掌要美股升完 廣股是怎樣呢 過去兩個交易日 恒生指數累積跌了超過500點 連跌兩日之後 今早早是高開到的 高開當然不太多 13點 其實差過ADL預測 本來ADL估計高開94 最終高開13點 開市價17,741 升了最新稍微擴大65點的進帳 但只是修復到過去兩日 小部分失地 最新17,798 叫做十天移動平均線 二十天未行 二十天線都是另一條重要的 短線平均線 在17,900點 暫時未上到 今早早騰訊偏遠 壓著市 但貴金屬股好像A股一樣一起炒 紙金去到超過一個月高位 說說說成交到超過40億元 看期貨最新走勢 7月份17,800點 升67 剛剛見到現貨是17,700點 期指17,800點 即是稍微高水一點 總成交到6,500多張 內地股市稍微口頭補充下 上證是低開0.1% 低開那下是2,970點 最新跌稍微多一點 判斷第二項跌跌8點 深淨成分指數都是低開0.1% 最新判斷第四項跌23點 都是跌多了少少 一開始是8,860 現在是8,853 當然內地有些板費做得好 提到鬼金屬 和光復股早段開市都是做得不錯的 稍後再說看看會約港股情況 排第一位剛才提到騰訊壓住指數 最新跌2.2 中海油跌2.5 跌幅超過1% 平保升3.5 剛才稍微低開 最新倒升超過1% 日前發債集資 阿里巴巴升6.5 創貨升超過1% 97.1 看6至10位 友邦升2.5 微升 美團升5.118 紫金剛才提到 1個月高位 最新微升1毫 17.88 順月光學跌5 日前做好 日前最好籃籌 但今日稍微回吐 支行汽車科技 最新跌幅超過8% 待會查一下消息令它移動 我們看看恆生科技指數 最新升31.3654 恆生科技指數 科網股價要看 高盛唱好要買入騰訊 加上阿里巴巴 都是有關於做電商相關的股份 為何呢 預測今年網上的交易總額 會有8%增長 而包括運送量 估計會增長1.8% 雖然高盛唱好 但剛剛提到兩隻 騰訊、阿里巴巴有升有跌 其他都是向好為主 但升幅暫時不太大 不如看看內地的電信股 一來近來都強勢 日前一隻中國電信 先創完超過52週高 目前高位稍微回順 反而設備股份有些不錯 中興通訊升幅又超過1% 摩根大通發表報告 提到內地的電信股 說盈利應該穩定 雖然收入差點 但盈利穩定 當中中興和中國鐵塔 估計收入和盈利走勢都靠穩 不知是否摩根大通唱好 剛剛這兩隻股價都向好 至於電信服務股 即中移動、中電信和聯通 目標價都調高了 中移動首選 因為優勢股息率有7% 加上派息的複合增長率 估計有7%增長 防守性比較高 內房股也要看看 官媒唱好 說當前房地產市場有積極變化 成交量增加 內房股不錯 龍門和月秀地產升幅2% 下午再談 中學文憑市 今天放榜大約4成3人 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要求 10人考獲6科吳星星 分別來自8間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首次有1個女狀元 喇沙書院有2個 其中1個是超級狀元 在九龍堂這間中學 學生早上學校取得成績單 今年大約有49,000多個考生 應考中學文憑市 包括17,638個日校考生 他們在4個核心科目的中英數 考獲至少332 另一課公文科有A 即是達標 再加2個選修科至少有2級 就符合入讀8間資助大學的最低要求 放榜後 考生可以在星期四至六 在指定的時段到大學連招網站 修改課程選擇 連招結果將於下個月7日公布 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社交平台勉禮中學文憑市 應屆考生 說無論成績如何 未來都充滿機會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定能創造美好的將來 教育局局長蔡若年勉禮考生 未來不是由成績而定 要有自己的夢想 無論結果是怎樣 不要忘記自己的夢想 決定我們未來的 不是今天這張成績單 在追尋夢想的路上 我們有無數次重新出發的機會 因為這個文憑史 只不過是我們人生很多的check point 其中一個 而且比賽經常都有 不同的機會 不同的賽道 所以我們永遠都可以 在這個起點裡 繼續尋找自己合適的路徑 不斷超越今天的自己 最終能達至夢想 如果考生未能升讀大學 副學委是另一條出路 在二二、二三年度 副學委學生有超過五萬一千人 有遠後說 今年副學委修生人數上升 畢業生也可以銜接升讀 本地大學的學委課程 Cicely是應屆文憑市的考生 熱衷於探索地理知識 今年除了在大學聯招登記 亦都在專上課程電子 預先報名平台 報讀副學試的課程 全部都跟地理有關 Fanessa是港大附屬學院高級文憑畢業生 今年九月會入讀香港大學的理學士 主修資訊管理 她覺得高級文憑的課程 對於她銜接上大學都有利 她是有很多元性的 例如她是一個商業 不只是讀Econ、會計等 就像中學那樣 她會涵採一些IT、statistics、 一些finance的東西 SAM2很勤力很勤力讀 就有爆四的成績 開始就想 我會不會成功進入八大呢 到最後的SAM就收到一個conditional offer 港大附屬學院提供副學士 以及高級文憑的課程 校方說副學位的學生人數 在過去幾年不斷上升 由三年前可能四千宗 去到去年也有五千的新生入學 一直上升 我們看到最多同學報讀的 就是狐理學課程 接著就是社會科學 以及工商管理 醫護界其實很缺人手 所以很多同學都想進入這個界別 所以我們的狐理學課程 相對地熱門 有千多個學生已經報名了 她說學院在設計副學位課程內容的時候 亦都會參考大學的模式 方便日後銜接 無線電視記者黃海青報導 機管局推出准禮今計劃 鼓勵所有航空公司 可以增加更多新航點或加密長途航線班次 機場運力接近百分百恢復 機管局說來往本港短途航線 已經已全面複常 但長途航線只是及疫情前九成 為鼓勵航空公司開拓更多航點和航班 往返目標地區 機管局在上個月開始推出兩項獎勵計劃 在新航線方案下 任何航空公司開拓新航線來往本港 第一年每程可獲得大約一至兩萬元獎勵 第二年繼續有獎勵 但金額會減半 而策略航線方案為期三年 航空公司新增航線 或增加班次往來機管局目標地區 第一年每程同樣有一至兩萬元 第二及第三年 獎勵金額分別減至七成半及五成 機管局預計每條航線 每年獲得大約七百萬獎勵 新增航班必須連續飛二十個星期 機管局稱無謂獎勵金額設上限 至到現在有五間航空公司 合共八條航線 符合新航點獎勵資格 包括香港快運、香港航空、中國南方航空 台灣星宇航空及南航真航空 航線包括菲律賓克拉克、西寧、新疆等 不過全球各地運力逐漸完成重建 這時才出動銀彈政策是否有效呢 有航空學者認為 獎勵金對長途航班的誘因不高 反而實際客量及轉機需求更為重要 每一班航班是一萬至兩萬元左右 可能每個乘客是50至100元左右 這個就是吸引不同的市場 譬如是長途 相對這個數目又不算太多 可能他們關注多些的 就是究竟有沒有足夠的需求 例如會否多乘客願意來香港轉機 包括大灣區 他可以很容易來到香港再飛走 陸路或水路的連通性對他來說更加重要 他相信隨著三跑路系統在明年正式啟用 會提供更多時段和機會 給航空公司選擇 同樣有助帶動來香港飛機的數目 無線電視記者吳解謙不道 證監會計劃明年年底落實證券無紙法 證監會就實施無紙證券市場建議制定的附屬法例 首則和指引發表諮詢總結 建議25年年底實施 並在生效開始5年之內分批過度到新制度 今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法例 證監會將會與發行人、投資者和其他市場參與者溝通 幫他們認識新制度及其影響 證監會亦都正制定指引 展示發行人參與無紙證券市場要準備的步驟和持續責任 他們認為措施免確認手和指本文件程序 可以提高香港金融市場基建的營運效率 亞洲開發銀行新發表的報告 上調亞太區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 並維持中國經濟增長預測 各行認為亞太區發展中經濟體 具有人性的內部需求和強勁出口 有助抵消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帶來的風險 陣區內今年經濟增長預測上調0.1個百分點 至於中國在服務、消費持續復甦 和出口和工業活動強於預期之下 維持預測增長率在百分之四點八 明報社評 中學民平時放榜日幼稚 一眾官員少不免講些勉勵 只是一試定生死的觀念依然普遍存在於社會 幾乎每年都有調查顯示 不少應界考生面對考試都感到焦慮和壓力大 香港高等教育早已不再是過往的精英主義 四萬多個應界考生 四成多達到大學一般最低修身要求 就算未扶要求者 亦都有各類型的專業資格和應用文憑課程可供選擇 當局近年積極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有必要面向家長和公眾加強宣傳 提高應用教育和非傳統學術出路的認受性 文匯報社評 第三十四屆香港書展今天起到7月23日舉行 同期亦都舉行運動消限博覽和零食世界展 香港書展等文化和消限活動 向來是市民和訪港旅客每年暑假的好去處 在特區政府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和推動城市經濟之制 拆展機構應該從新角度 審視文化悠閒類展覽的功能 配合科技、文藝素材、豐富展會內容增加新鮮感 努力引進更多關聯產業參與 打造香港城市經濟新引擎 進入細節 GrっとNipe пиш then どこ就可以去參與 把它勾動 現在 右膾 臥 加入 trag punt humano им 成 amazingly